好的,歡迎各位來到阿宅反行軍電台的現場 今天又是我們的國際新聞時間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會不會討論到越南 我相信這個禮拜越南的情勢急劇升高 原來還是國際新聞時間 後來他就漸漸演變到國內新聞時間了 很慘,台灣很倒楣 真的是我們以前成語都用不到 就是沉門失火,然後倒楣的是殃疾詞語 但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能不能討論到那邊 因為其實越南這次的局勢變化非常快 我們大概從外表、外在觀察起來 感覺他內部恐怕這個也不行 他可能又要收緊 那收緊之後那到底他對外對中到底要怎麼做 我們等一下有機會再來聊一聊 但是我們這一次想要深入的探討一下 因為之前的這個美國的邦迪案 在台灣網路上其實很多人傳遞 然後說這就是對抗政府的方式 不服從 就是所謂的 已經算是公民不服從 加上勇槍權的一個事件 那可是我們是不是只看到其中的一點 或者是報道的這個引述作者 他詮釋的方法失之偏頗 我想我們今天就來探討一下 同樣的今天請到的是風傳媒的這個 其實一批菌嘛 然後那個趕著那種可能五六千 五六千隻的那個牛群 大家可以先把那個場景設定 大概設定成那樣 讓我再把當年那種法律的拓荒的感覺 稍稍定義一下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底特律這個 當年曾經在拓荒的時候 曾經有一度 就是他開放了一個法律 就是今天到落日之前 你在哪裡擦下來你的這個桿子 這個這一塊土地就是你的 所以當年大西部拓荒的時候 確實有到這樣子的程度 就是大家真的是因為資源很豐富 所以相對來講 土地是這個龐大的 資源是豐富的 但是牛跟人 則是一個還有馬 則是一個非常寶貴的資源 當年 當年偷牛跟偷馬都是吊死 是被授權可以私刑處死的一個罪責 侵犯到他們視為神聖的私有財產 私有財產權 對 那邦迪安這個在那樣子的處境 大家回想 在一個大西部的感覺 然後大家戴牛仔帽 每一個人都有勇槍自重的權利 但為什麼在現代世界 會有這樣子的回想出現 先簡單講一下 這個事件發生在那個今年4月 那真正衝突 比較白熱化是在4月12號 4月12號左右的時候 那地點是在美國的那個內華達 內華達州 內華達州大陸不熟悉的話 它最大的城市 大家一定知道 對 就拉斯維加斯 這個獨城 罪惡之城 對 全世界排名1等1的獨城 新City 對 拉斯維加斯 不過這個發生的地方 離拉斯維加斯蠻遠的 是在那個 Nevada的大概東南部 幾乎是 幾乎是它那個最東南的那個角落 快到尤他州了 對對對 我覺得尤他州 離尤他 離那個Arizona 離那個New Mexico 都不遠 那當地有一個牧場主人 牧場主人 養了相當多的牛隻 叫克萊文邦迪 克萊文邦迪 那他 他長期在那個聯邦政府的土地 公有土地 用台灣來講 就是國有土地 國有地 國有地上面放牧 那照美國聯邦政府的規定的話 規定的話 你到聯邦政府的土地 國有地上放牧是可以 但是每年要繳一個 要繳一個那個那個使用費 放牧費 放牧費 那這個也不是針對內華達州 他們在針對中西部很多州 歐歐啊 尤他州啊 等等 奧瑞 奧瑞岡州等等 都有 都有 但是這個邦迪呢 他大概從20年前就聚腳 他從20年前就聚腳 也就是20年那是雷根 總統的時代 所以這不是說一朝一夕 他大概從1993年開始 就跟那個聯邦政府 他們 對 美國內政部 有個那個BLM 就是那個土地管理局 土地管理局 他就負責 負責這個收 收這個租金 收那個使用費的 那 邦迪呢 從1993年 之前他有繳 之前他跟他父親都有繳 從1950幾年 繳到1993年 是 後來1993年的時候 那個BLM 就土地管理局 大概做了一些 對那個放牧權 做了一些變更 變更 那邦迪就用 借這個機會 打做文章 不爽了 對 開始聚腳 開始聚腳 然後呢 BLM當然 國家公權力 保護公權力 也不能說你聚腳就聚腳 因為太多 在美國中西部 太多這樣的 太多這樣的那個土地 被 由那個牧場主人來承租 所以他們雙方要打 20多年的官 20年的官司 那基本上 邦迪呢 是一路輸到底 輸到脫庫 一路輸到脫庫 因為沒有正當理由嘛 對對對 然後 但是邦迪呢 他就立場就相當硬 相當硬 他就是說不繳 老子說不繳 就不繳 一毛錢都不繳 那統計到現在 BLM的帳單 邦迪基欠 累計在超過一百萬美元 三千多萬 將近三千萬 對三千萬出頭 這樣一個費用 那BLM當然 因為在法律上 站得住腳 所以他從今年四月 開始升高行動 他開始發通知 要求邦迪把他的牛隻 趕回去 移出聯邦管轄的國有地 你要吃早幹嘛 趕回到自家的農場 吃你家的草去 邦迪當然不肯 那BLM就升高行動 他就劃定一個區域 給他定個deadline 給他定個死線 在這之前 你如果不移走的話 你今天牛隻呢 我就要扣留 要沒入 邦迪呢 大家剛才講過 他是典型的西部牛仔 他也不願意束手就勤 畢竟說 他0670歲老人家 我說老子已經撐了20年了 怎麼可能在這個時候輸給你 而且他當地 算是當地 算是蠻有頭有臉的大家族 所以他就號召了一群人 號召一群忠實的 包括他員工 親朋好友 支持者等等 那就在4月12號那一天 就跟BLM 跟聯邦政府槓上 聯邦政府一車一車的 執法人員過來 幫了FBI的 然後邦迪的人呢 一個個個 就槍 就槍上堂 就雙方就在那邊對峙 那對峙 最後 有他那個局長 局長就等於說 決定認為說 如果這樣子 而引發衝突 真的流血的話 流血的話 那可能後果 後果會 不堪射想 對 尤其是美國 美國過去 極右派組織 極右派民兵 跟聯邦政府硬槓 到最後 不但是流血 甚至搞成大屠殺 集體自殺的事件 不是沒發生過 所以BLM到最後關頭 就是退讓 就這樣 我就暫時不執行 不執行強制命令 那就明金收兵 但是法律過程 法律訴訟繼續打 也就是重新再要求 強制執行的部分 但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以外人的角度 有一點困擾的地方是 這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第二修正案吧 就是有 擁有這個 民眾擁有 這個擁有武器的權利 那也就是 沒有所謂的禁槍 這個試過 好多次 有好多個自由派的 這個國會議員 想要推動禁槍 然後都對抗不了 這個步槍協會 或者說大部分 這個西部白人的立場 但我可不可以請這個 嚴副總編 你稍稍為我們說明一下 這種第二修正案 是怎麼樣根深底固了 在美國人民心中 甚至在憲法裡面 要明文保障 這個由來 跟他的文化背景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呢 兩百多年前的 也就是這幾天 兩百多年前 5月14號 那個北美13週 13週的 那個幾個代表 他聚集在費城 他們開了一個會議 在立場非常有名 叫做大陸會議 那大陸會議在幹嘛 就是制憲 那美國憲法 從開始制定開始 那一直都有一個 就有兩股勢力在角力 一股勢力就是聯邦權 一個典型的傳統的 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 那另外一個 大政府 對另外一個就是 州權跟個人權利 所以美國憲法呢 其實現在版本 美國憲法 其實這兩股勢力 等於說一個妥協的 妥協的那個結果 就是我們還是要有個中央政府 但是這政府的很多權力 要受到受到那個限制 那不但是各州 北美13州 其實當初就等於說 13個殖民地 殖民地 各州有各州的權力 要維護 那個人的權利 個人權利呢 也必須維護 這個個人權利呢 我們一般講說 天賦人權 天賦人權 出版自由 集會結社 自由等等 那美國人呢 就更把它延伸到 天賦槍權 天賦槍權 就是說 他們勇槍 他們勇槍 不是勇槍自重 也不是要為非作膽 他們的槍支 對他們來說 是他們保護私有財產 保護人身自由的 一個必要的 必要的那種工具 那尤其大家知道 大家如果熟悉 美國獨立戰爭歷史的話 大家也要知道 喬治華盛頓 當初領的 帶領之軍隊 根本就是雜牌軍 對全部都民兵 對剛開始被英國的 那個英國的 大英帝國的正規軍 是打了七花啦 打了七花啦 那 華盛頓後來能夠成功 美國後來能夠獨立 那美利亞 民兵 其實出了很大很大的力量 維吉尼亞州的民兵 賓州的民兵 他們其實都是美國 美國獨立建國 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他們的 那個第二權 第二修正案 修正案其實就是 我們台灣所謂的 憲法徵修條文 它其實 大家不要以為修正案 是好像不太正式 那其實憲法的 很正式寫進去 對 第二修正案 本來開始就是 它剛才的原因是針對民兵 就是說我們雖然國家成立了 有正規軍了 陸海空 當然空軍還早 陸軍海軍都見次成立 還有陸戰隊 但是民兵 民兵在地方上仍然有它存在的 價值 跟意義 而且它是跟地方 你麻州的民兵跟麻州 那有非常非常深厚的土地 人際 人際的 還有那種歷史的 歷史的那個淵源 淵源 所以他們對民兵 雖然不是政府軍 但他們對第二修正案 就特別規定說 民兵呢 可以繼續保持 繼續保持武裝 然後後來經過 他們一連串的 一連串的那個 修正 一連串的那個訴訟 法律判例 到最後呢 這個 擁槍權 從民兵 延伸到個人 就變成個人 有擁槍的權利 對 台灣最近那個 社會運動相當多 但是大家 大家 你大概很難想像說 會有哪一個 學運還是社運人士 戴槍戴刀 戴刀到立法院 到新增院 這在台灣完全無法想像 但是在美國 這個其實基本上 還算稀鬆平常 並不是多稀罕的事情 就是戴刀戴槍 而且是合法的 戴槍 對 是Digal里他擁有的槍支 有登記的 那其實這個部分 很特別的是 某些部分的 極右派人士 把這個解釋為 就是個人隨時擁有 對抗政府的權利 對 那可是也因此 產生了很多的悲劇 我想美國大概是近代 這個最容易發生 爛射事件的一個國家 除了正在交戰的游擊隊 或是內戰的國家之外 那歷來都一直有很強烈的力量 尤其是每一次爛射事件之後 包含了之前這個 Virginia Tech 包含了這個 New Castle 新寶 還有克羅拉多州 對 克羅拉多州 Colombian世界 然後這個蝙蝠俠第三集上映的時候 小丑 這個在 就他扮成小丑 然後在 這個戲院裡面濫射 每一次包含歐巴馬 或是過去的 這個相關的總統 都試著要推動 這個槍支管制 甚至還不是說拿掉第二修正案 那根本不可以想像 那如果要拿掉 我不知道會有遇到什麼樣的反彈 光是加強槍支管制 就遇到很大的阻力 可是我還是必須要講 要請教嚴副總編輯 就是我們外人有點看不懂 就是明明是名氣可用 明明是殺了很多小學生 明明是殺了很多無辜的人 但怎麼會連槍支管制變得比較嚴格 或者是要求禁售半支動部槍 或者要求登記更完整 都推不動 這是什麼原因 其實美國上一次發生槍擊案 它是一個好學校 那受害者幾乎都是小朋友 等於說是所有那種爛射槍擊案中 最慘無人道的 你找不到理由說它有任何的原因 對對對 而且那個叫基本上就是一個psycho 就是一個神經 就是一個徹底徹頭徹尾 一個反社會的神經病 那他也很容易就取得槍支 那後來 後來呢 這個他 後來 美國也出現 也出現加強槍支管制的 管制的 管制的 我還是要再強調喔 不是取消第二修正案喔 不是取消擁槍權喔 是加強管制 這個有 擁有大殺傷令的武器的管制 跟購買 跟身份的許可 當時是這個樣子 但沒想到這也遭到了嚴重的反擊喔 到底是怎麼一個狀況 我們先進個廣告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的歡迎各位回到阿宅反抗軍電台的現場喔 我們這個今天又是國際新聞時間喔 那上一段我們在討論的其實是 發生在4月的一個邦敵案喔 也就是美國的這個內華達州有一個很嗆的牛仔 因為他很老了 所以他很堅持我在這個聯邦國有地上面喔 我要放牧老子不爽給你錢 那就是不爽給 所以甚至不惜進行武力對抗喔 那一路造成了台灣這邊引用的新聞說 哎呀這就是這個民眾對抗政府的一個典範阿等等等等 但我們上一階段已經討論過 其實這個背後跟美國憲法的第二修正案 或者他跟他們傳統的民兵很有關係喔 那然後我們最後上一階段討論到 其實是經過了幾次濫射事件之後 美國就開始掀起了一個過去一直都失敗的聲浪 是要求加強槍支管制 但為什麼連這樣子加強槍支管制 都很大的反彈聲浪啊 到底為什麼 就大家比較難想像的就是 勇槍權對很多美國民眾幾乎可以說 從歷史民調結果來說 大概可以放心的講過半數的民眾 勇槍權對他們來說是天賦人權 是重要的 對對他們來說你要放棄勇槍權 好那從另外一個意義來講 就等於說我將我的身家性命的安全保障 全部交給政府 但是我對這個政府真的有那麼大的信任度嗎 不管是州政府或聯邦政府都不相信 對對所以這個其實背後的不但是代表美國那種獨立拓荒精神 好那其實代表美國從他們五月花第一批主席人來到新大陸之後 好之後一種對政府對大政府的對大政府的一種不信任 對都不信任 其實我們回來看這次那個邦迪案 其實也就是也其實這方面也表現的淋漓盡致 那克萊文邦迪他心中他承認的政府 指到州政府的層級 對他來說聯邦政府 他不是跟他對幹 他是根本否認 不承認 根本否定聯邦政府的合法性 對他來說他眼中只有只有州政府 州政府我還尊重你 對他來說執法人員的話 FBI對他來說根本就是一個非法組織 不存在因為這個極右派來講就是聯邦政府的直屬單位 就是不存在 對他唯一很有趣的 他唯一願意對話的 他唯一承認的執法官員是誰呢 是Sheriff 是警長 當地的警長 是郡的警長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那個西部牛仔 他其實也代表美國右派跟極右派 一個傳統長期的思想 這跟我們在台灣其實很不一樣 我們今天在台灣基本上任何事情 公共政策做不好我們都會怪政府 對我們相信大政 希望有一個大有為的政府 很多事情政府都要做什麼要做什麼 可是在美國很大一群人都認為說 最好的政府基本上就是一個 讓你感覺不到的政府 對別來管我 對不要擁槍權 我自己有槍 我自己來捍衛我的 我的身家性命 比如說收稅 稅的話最好就越少越少越好 或最多頂多我繳個地方稅 我拒繳 其他我都不繳聯邦稅 對我拒繳那種聯邦稅 所以對他們來說 他們是一個所謂的小政府 小政府 小政府主義者 所以他們的擁槍權 他們的甚至抗稅 抗稅 其實都跟這種小政府的心態 小政府的這種思想意識形態 有很密切的關係 但即使是一個相信小政府的一群人 在面對自己家的小孩 或是其他州的小孩 因為擁槍權的關係 讓我們講其實就是psychopath 他們明顯就是一個反社會人格者 明顯就有精神病的人 竟然可以取得槍支 並且進而造成爛射事件 因此要收緊 包含了可能要加強所謂的精神評估 包括加上管理 連這個都反對 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就是好我同意你小政府 我同意你擁槍權 但加強這個槍支管制 看起來合理性很高 又在一個大眾受到深受創傷 那歐巴馬又出來講 我也跟著這個Newcastle的 這群人也跟著一起傷心 但為什麼這樣子 還是有那麼強的力量 導致最後沒有辦法達成 對於右派 對全國不相協會NRA來說 他們最看重的 倒未必是你提出的那些法規的 法規實質內容 他們最看重的就是 不能給我開端 任何一個小東西都行 你只要給我砸了一個缺口 只有插進一個細縫 我就很難保 你說你將來你聯邦政府 會不會得寸進尺 今天加了一項管制 明天加了兩項法規 後天又來又如何如何 所以對他來說 就是一個焦土策略 抵抗到底 我就法條 我只承認現有的法條 一條什麼都不能修 你一修 就有可能 將來就越修越多 就會侵害到我的勇槍權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 對他們來說 他們其實 真的他們那些想法真的很西部 對他來說 要制止這種槍制爛射 譬如校園 校園這種爛射世界 NRA有提出對策 他們對策非常的簡單 就是讓校警配槍 實彈鶴槍 而且不是那種左輪 不是那種手槍而已 最好就配突擊步槍 就是author rifle 對對對 因為現在那些爛射者 火力都蠻強的 拿到什麼AR15 這種半自動步槍都有 你校警如果只掏出個掌心雷 那一點點都沒有用 或拿一個taser也不行 對所以這是NRA 他NRA的主席 就在那個 上次那個校園爛射世界之後 他就直接講 就講為什麼會有校園爛射世界 就是校警的武裝太遜 如果早聽我們的 就不會發生這個事情了 對就當場擊斃啦 拿有後來的爛射世界 這個有的時候這個部分 真的是有很大的文化隔閡 對很難想像 這個我們真的很難想像 NRA在背後包含了他的遊說的力量 包含他每年政治獻金的力量 那確實讓他變成了這個 第二 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強烈的擁護者 而且直到目前都攻不破 尤其是比較倒霉的是 歐巴要推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的民意支持度其實相對是不高的 那所以 現在更低了 現在就更低了 他現在要推動這個恐怕真的就難 但我們剛剛稍稍提到了抗稅這件事情 因為包含了這個聯邦稅啊 或者是州政府收的稅 這時候不禁要提到一個惡名昭章 每次我們在美國電影 或是美國小說裡面都會提到 大家都怕了一個叫IRA的組織 這個不是這個當年這個IRA 對不起IRA 總統可能還是必須要繳稅的 那這個我們姑且不論國內政治這個部分 我相信接下來幾天恐怕要有大風暴 那但是這個的前身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查詢的狀況 其實是因為歐巴馬當初提出了一個肥咖條款 就是要針對全世界各地擁有美國公民權的人追稅 這個政策當初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這個大概基本上要從08年金融海嘯談起來 金融海嘯之前 美國的經濟成長數字 好像也不需要管到這個東西 歐洲歐盟那邊也算是真真日上 但是呢08年金融海嘯之後 各國出現 各國出現經濟成長停滯 甚至出現衰退 甚至已經逼近到2030年代那種大蕭條的情況 再下去就depression 對 但是各國這時候敢不敢加稅 又不太敢 因為加稅基本上是票房毒藥 對 不是又疊 對 加稅 這基本上是一個蠻大的 蠻大的那個 蠻大的那個禁忌 所以在不能加稅的情況之下 那很顯然就要想辦法去追稅 那追稅的話 那西方國家的話 他們國內稅制 基本上都已經蠻健全 對 就逃不了 在國內逃不了 基本上蠻健全 你可以避稅啦 但是能避的有限 但是你那些富豪 那些特權階級 海外 海外藏富 海外藏富 最有名最有名 當然就是瑞士 瑞士 還有加熱比海的幾個 還有開曼 圍晶 圍晶 圍晶群島等等 所以這些海外的所謂避稅 避稅天堂 就成為那種英美政府 美國跟歐盟政府 他們等於說是增加稅收的一個頭號 的一個頭號目標 對因為台灣現在有很多公司 就我們有時候去 不然寫稿或者什麼 開給你的單位是 裡面有個BVI 就是我那時候還一直想說 BVI到底是什麼東西 後來上網查一下才是 英屬維京群島 對維京群島有兩個 一個是美屬一個是英屬 對對對那所以英屬 就是相對一個避稅天堂 我還沒拿過這個UVI的 這個相關的資料 但因為這個肥咖條款的 前身是這樣子 其實後來造成了很大的風波 而且是分開的風波 包含了避稅天堂被迫揭 包含了瑞士銀行被迫揭 包含了世界各國的銀行 都必須要簽署一個相關的條款 但是我們現在出獎是這樣子 細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等一下先進個廣告休息一下 再會 歡迎各位來到阿宅反抗軍電台的現場 我們今天又是國際新聞時間 剛剛在討論的 其實這個就是美國的全世界大追稅 這個肥咖條款 它的前因是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時候開始 因為金融海嘯出現了 各國都要想一些金融救濟方案 那對美國來講 你同時要提升就業率 可能要有一些促進就業方案 台灣的愚蠢就是給22K 老美當然也有就業補貼 可是相對來講需要裁員 那這個錢哪裡來勒 其實所以追稅追富人 清查富人海外財產 就變成美國跟歐洲一些國 西歐一些國家 大家有之一同 但以前從來沒有這麼大規模 以前你避稅你避稅隨便你 後來就是各國的政府 政府就形成共識 包含美國 包含英國 包含德國 包含法國 法國奧朗德上台之後 就要抽富人稅 我們又要講大鼻子情聖 又因此逃到俄羅斯去 找他拜把兄弟去 所以本國的稅好抽 但就償付國外的 這就需要其他國家的配合 其中一個最具標關性的當然就是瑞士 瑞士銀行 瑞士銀行最有名的就是它的保密制度 尤其是我提醒一下大家 直到大概2010年之前 瑞士銀行是連納粹德國存進去的 黃金或者是存著相關的資料 連以色列跟他要都不解密 你想想看以色列有多麼強大的通天之能 一路協商了好久好久 也是到了近期瑞士銀行在這個部分才有鬆動 他真的是非常堅持保密 相關協助我們在電影裡面都看到 好今天最安全就是 這個譬如說什麼達文西密碼 或什麼東西都說 我在瑞士銀行留了一個帳戶給你 那這是保險箱號碼 這是鑰匙 然後你只有在對方同意狀況下 才能打開 打開之後裡面的東西 因為不會受到任何勢力的介入 所以絕對安全 對連情報員都用過 對對對 所以瑞士銀行 大家其實看一些黑幫電影 或早期的港片 他們最有名就是數字帳戶 所以數字帳戶 就是那個帳戶沒有名字 那帳戶不是 名稱不是朱學恆 或者延濟語 那他們帳戶就是 一個數字 跟數字在背後是誰 基本上只有銀行高管 銀行的高階署管 經理上的才知道 那些出納員那些科長那些 他們是一片空白 你對他們行求他們也講得出來 也不是說保密 就是他們保密做得很好 所以這個數字帳戶 是他們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保密措施 當然後來很明顯就變成 譬如說黑幫老大 變成毒銷 變成軍火商 他們那種資金 或是殘污政客 資金調度的一個很方便的 很方便的管道 因為保密性 保密性高 不過也要給瑞士銀行一點公道 就在二戰時期 其實也有不少猶太人的家族 是因為這樣的保密制度 而算是對他們為他們家族 保留了一線生機 就是他們財產沒有完全被納粹 納粹給吃乾麻禁 所以他還是有一點幫助 那瑞士這幾年 他面對全球各地 包括他鄰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等於各國都一起聯合施壓 美國這樣排山倒海而已 來壓力 他本來一直堅持就說 瑞士銀行呢 你存在裡面的財富 並不是完全不能揭露 但他會分成兩種情況 如果說你只是說我是避稅 結稅 瑞士銀行他不會揭露你 那你要求揭露的話 你必須 必須舉證說 你涉及稅務詐欺 稅務詐欺 你必須很明確講 有犯罪行為 對 某某人的確是 的確是涉及稅務詐欺 瑞士銀行才會揭露 就你必須 必須有很明確的 明確的試證給他 但是在各國 排山倒海而來壓力之下 瑞士銀行後來也守不住 那就在今年五月初的時候 五月初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舉雙手投降 他們對外國的客戶 對本國客戶 那是瑞士內政問題 他們還是保留 你也管不著 對保留這樣的分解 但是對外國的客戶 他基本上就棄手 基本上就是會開放給各國 各國政府做查詢 所以對美國來說 這個肥咖條款 就越來越好用 對 尤其是 美國的肥咖條款 其實 他等於是全面性的 全世界的輕功 就我們剛剛講的 包含了 這個 開曼群島 英屬維京群島 這都已經 你想想看 瑞士銀行都擋不住了 這些小國 怎麼可能有辦法擋得住 而且不只這樣子 就是 美國提出的全面性是到達說 沒關係 有些國家說這個是 我國譬如說這是 德意志聯邦銀行 我不接受這樣的東西 但美國就跟你講說 抱歉喔 你不簽 像我當年在花旗銀行 開了一個小帳戶 我靠他寄八頁的資料過來 就是要求你聲明 第一 你不是美國公民 第二 如果你是美國公民 你以下的東西 接受美國 這個IIS的audit 就是 要接受集合 查帳 那是花旗銀行 花旗是美國銀行 可是 美國政府更進一步的要求 就是 那我進一步用同樣的標準 要求全世界所有有規模的銀行 對 那我要求你要做到跟花旗銀行 同樣的等級 就是 如果他是美國公民 如果他對你承認 或者有任何的資料 證明他是美國公民 你必須要對我開放帳戶 對 否則 那否則你就不能跟我進行金融互動 對 那沒有一個銀行能承擔這種貢獻 你就不能在我這邊建分行 你就不能把金錢匯出或是匯入 你從你這邊就不能買我的國債 不能在我花街投資 所以透過這個方法 他成功的讓台灣的非常多的這個銀行 其實差不多就要簽了 因為這個部分有一點複雜 就是 不是單純他們同意啊 儘管會也要同意嘛 那 所以現在我們有一點尷尬的狀況 就是 這個 這一陣子 這個馬英九總統的這個爭議啊 可能 除了IRS的回函之外 是不是IRS會進行進一步的audit 或者是進一步的追稅 可能還要看我們的這一個 所謂的稅務合作的銀行之間的合約簽了沒 如果還沒簽的話 如果還沒簽的話 他是一定要簽的 但能不能拖到他下台 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 那所以這個 談著談著 最後看起來不可避免一定要談到越南啊 那這次 我真的比較看不懂的是 好 那姑且不論海洋石油981號這個起的爭端 是在這個爭議海域 這也就算了 西沙群島 是 那為什麼越南政府這次會 會放開手 讓底下的人民開始示威 甚至有一些好像原先 沒有在他們規劃裡面的區域也都開始有了衝突 這個要請原副總編禁跟大家跟我們說明一下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越南駐台灣代表 那裴代表 他是強烈否認說這是越南政府有意的縱容 但是 你知道他強烈否認的時候 我就畢竟要提出一個反思就是 越南政府是一個共產國家耶 全世界現在真正共產主義國家這要只有五個 那其中越南就是其中 那你怎麼可能期待我會相信你會容許 人民去跟你申請我要上街集會遊行 然後你竟然同意 然後你說這個沒有事先的規劃沒有事先想法 他這個部分的講法我不能接受 對 而且越南不但是一個共產極權國家 也跟所有極權國家一樣 他的宣傳機器都是控制在國家 就是你一個世界你要不要讓人民知道多少 要從什麼樣的角度 什麼樣的角度讓人民看到 你希望做什麼樣的操縱 其實都是國家機器可以做到的 所以很明顯的這一次就是 越南在海上 海上基本上是沒辦法 目前還沒有辦法跟中國硬 目前搞不定啊 中國硬槓 但是他在國內 在國內他又要借用這個事件 來做一些民族主義的操弄 操弄一下民族 很明顯的 這一次是操弄過頭 感覺上是營火上升 我想他們可能也沒有料到 會有產生這麼大的效應 而且我覺得這個對越南這樣一個 等於說亞洲經濟成長非常快的一個國家 正在勢頭上 他們這次做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惡劣的示範 對他們來說 當然台商受傷很慘重 但對他越南來說 他們自己這一次可以說是名聲掃地 那這一次事件其實應該這麼說 不能夠說是偶然 因為光是在第一天反華示威的反中示威好了 你這樣講比較精確一點之後 紐約時報其實就已經警告了 他說這個越南當局啊 其實也在密切控制當中 也就是他們其實很擔心 一旦開放這個示威 大家示威的結果 就不一定是抗議中國的這個政策 或是抗議南韓的衝突 他搞不好被移到什麼貧富不均啊 或是宗教破壞啊 或者是對共產黨政府的不滿啊 但結果看起來 紐約時報的看法確實是正確的 不知道這一次我國的這個 這個外交部跟國防部 到底能夠做出什麼樣子的一個動作來 因為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動作 其實要有動作很難啊 因為台灣在那邊台商太多 大概連眷屬加起來 大概有數萬人 大家知道從1998年到現在 台商在那邊投資 大概270多億美元 我們台灣是越南的 越南的第四大外資國 天啊 因為我們這麼小的國家 我們竟然是第四大外資國 大家知道光是台數 台數在越南投資就超過100億美元 他是整個越南最大的外資企業 結果這一次也中獎 糟糕了 這個說老實話 我們真是一個沉門失火 殃及詞語的詞語喔 那先進入廣告休息一下 再回來我們後面 繼續我們的國際新聞時間 好的歡迎各位 又回到阿宅法王軍電台的現場 今天又是我們的國際新聞時間 那一路從邦迪安 談到這個美國的肥咖條款 然後這個顯然肥咖條款 這幾天會變成我們的國內新聞 原來你都覺得天高皇帝遠跟我們沒關係喔 那再來又聊到了南海爭端 導致越南的這個反中示威 但是因為搞不清楚 台灣人跟中國人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最後一律打砸搶 那可能我們接下來就要看 越南政府到底要怎麼收尾喔 不然對他們對外資的一個這個平等 搞不好要下降到一個爆炸 可是科技界現在也有一個新的新聞 是不是會重新定義我們在網路時代 所謂的人權是只有這個網路公司 或搜尋引擎可以掌握嗎 還是我們對於人權有新的定義 就是這個牽涉到網路巨子Google 反正牽涉到Google 大概都是大新聞 這個是在歐盟 歐盟 歐盟法院 大家在 他在5月13號做出一個蠻重要 蠻具爭議性 爭議性的判決 用一個最簡單術語講 叫做right to be forgotten 叫做被遺忘權 被遺忘權 那我就以這個案例本身來舉個例子 有一個西班牙的律師 叫Koteha 他多年前1998年 1998年的時候 他因為財務出了一些狀況 那貸款繳不出來 結果呢 房子被法拍 那當時 那個地方的報紙登的這個消息 後來這個報紙數位化 那做得很用心 上網啊 而且還可以全文檢索 對 數位化 好 多數位化 現在網路上就搜尋得到 所以這個律師 他後來發現說 把自己的名字當關鍵字 他就打進去 我想大家應該都做過這種事情 對 打進去 發現說 居然檢索得到這個 這個新聞 和他就很氣了 這16年前 對 他就認為說 這個案 這個事情其實他當時 他當時沒有過多久 他就解決了 他找到錢 然後把那些財務問題都解 都解清了 然後房子也保住了 我只不過疊了一個小焦啊 對 但是現在人家一看這個資料 就覺得這樣 信用無問題 就覺得信用無問題 過去財務很爛 過去房子被法拍 繳錢繳貸款繳不出來 他會說 這樣的一個資料 其實對任何人都沒有價值 對他來說是一個傷害 有負面傷害 是傷害 所以他要求 要求Google 移除這個搜尋資料 他本來是要求說 那家報紙移除 你覺得報紙說沒有辦法 這是已經刊登出來的 那西班牙法院 也判決大家 判決大家敗訴 他後來就轉移要求Google 就是說報紙那邊 公司那家公司那邊資料 我沒辦法 但是我希望你Google那邊 你搜尋的時候 不要給我露出 不要給我露出 隱藏權 對那西班牙法院 是判律師勝訴 但是Google不符 雙方就一路打官司 打到歐盟的法院 歐盟法院就做一個 其實讓很多資訊界 科技界人蠻意外的 蠻意外的一個判決 判決就是判決這個律師勝訴 就是Google必須移除 這個律師認為說不移的 不應該出現的 出現的搜尋結果 僅限於那個部分的新聞 對搜尋結果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剛初聽到這個新聞 好像只是一個單一的隱私權的一個案例 可是其實歐盟法院用的 被遺忘權這個概念很有趣 也就是身為一個數位時代的公民 我們都會說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但是這個必留下痕跡其實是人工保留的 那不是我真的踩了一個腳印 留在山裡面 然後大自然幫我保留下來 那也就是 對不起讓我用一個比較怪異的比喻 就如果我是恐龍的後代 我爸爸遺骨被挖出來 作為一個生態學研究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要求說我對他有heritage 我有家族所有權 所以我可以要求你不准繼續分析 那現在你運用到網路上就是 我對這一則新聞我有所有權 那這個報道他的也許不是我 但主角是我 而我認為他沒有對社會造成重大損害 也就是你記住或是archive這件事情 對社會並無重大意義 對任何人都沒有重大意義 而只對我有損害的時候 我是否要求 有權要求你把它遺忘 嗯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所以叫被遺忘權 那是不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等於是歐盟訪院 對於現在所謂很常發生的人肉搜索 對肉搜 有了一個反思 跟有了一個對抗的可能性 對 那其實 好這個分幾個層面來講 那其實這個案例 他雖然是針對一個特定的西班牙律師的案例 可是這案例出來之後 在整個歐盟28國 他會變成通立 一體適用 一體適用 他是一個原則性的判決 所以這個影響 對Google影響來說非常大 因為歐盟在5億人口 5億人口 28個國家 甚至Google在 在德國在法國這些國家 市占率都超過90% 那這樣其實任何人都有可能 譬如說我年輕的時候 酒駕 酒駕 酒駕被取締 那這個上了地方小報的 地方小報 那現在Google也Google得到 查得到 但是現在我說我已經重新做人了 那個資料對我來說 已經跟現在的我沒有關係了 但是你Google出來 對我來說是一種損害 我就可以要求Google 要求Google Google把它移除 注意到這個移除不是來源的移除 我不可能要求Daily Mail 把我London Times把那個移除 我是要求Google 你不要出現搜尋結果 這搜尋結果 那這個反對方或質疑方 也就認為說 這個其實另外一方面來看 雖然保護了隱私權 但是侵害了網際網路最重要的 一個言論自由 透明性跟言論自由 而且那條你說irrelevant 那條不相干了 不相關 那到底那個界限在哪裡 對阿 歐盟的法院 他也沒有做出明確的財事 事實上也不可能做出 做出明確的 明確的 明確的財事 所以這個對Google來說 又會是相當相當頭痛的問題 我相信接下來 就是我曾經跟他們開過會阿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就是電子邊疆基金會 對這一個論述 可能會有更進一步的想法 也說不定 因為其實這牽扯到一件事情 就當你無法定義這件事情 是否irrelevant的時候 那政府是不是可以要求說 這對我國格有損 那這個之後你不需要保存 那也就從個人 如果個人的案例被允許 那組織團體可不可以 公司都有可能 公司學校可不可以 甚至再擴張到 如果我是北韓 我可不可以要求你 以後不准在網路上搜尋我的名字 因為我覺得我不想要被 網際網路裡面的資料給定論 那這是否可行 我覺得接下來會有更大的討論 那最後剩一點點時間 討論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曾經討論過的 Google Glass 現在要開始在全美國上市 不過就是價錢 價位還是太高 1500美金 對對對 然後但是他的運用 運用目前看起來 還OK 但是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如何 你是不是真的願意 戴個眼鏡 隨時隨地接收 接收資訊 接收資訊 我覺得那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尤其他要委託那個 Ray-Ban Ray-Ban 母公司製作的 那個最新的進化又還沒出來 所以目前只有一個唆唆的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就是 自製這個近視眼鏡鏡片啊 就是那個腳 邊角要挖掉一些啊 然後什麼有的沒的東西 就是看起來現階段 對我們來講好像還不是那麼好用 但是我上次已經幫他想到了一個很好的應用方式了 就是去我們監察院查那個陽光法案資料 因為各位可能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拿這個說出來講 因為我國的陽光法案監察院這個 公務人員財產申報書 非常之屌 就是第一個 不准你影印 不准奇出 你只能在那邊看 第二個 不准拍照 不准拍照也算了 考驗你的記憶力 不准這個數位方式入侵也算 不准抄襲 結果你連寫不行喔 你就是進去用墨背 就是他到底有多少錢 把墨背起來 那但是如果Google Glass現在開始普及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想個辦法 開始好好的深入我們監察院的這些數位資料 我想台灣現在有很多狀況其實就是 明明科技改變了 但是我們的這個政府規定其實還沒有改變 最後一分鐘跟大家分享一個很誇張的數據 就我前陣子剛算完 我把那個經貿國事會議 所有的參加顧問名單 通通列出來 我一個一個去查他們歲數 20個人除了一個人查不到之外 全部都查出來 平均算了一下 發現這20個人加起來歲數超過1000歲 原老院 而且還沒有完 他的平均年紀 是58.5歲 平均喔 所以換句話說 當你把他列出來用一個年齡字表的時候很妙 就是50歲以下只有兩個代表 只有百十分之一的代表 然後甚至還有到80歲以上等等的 我想我們應該要好好思考一下 就是接下來可能要開經貿國事會議 到底這個平不平均 到底你80歲以上的人 知不知道50歲以下的人 面對的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覺得我們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但下個禮拜還是歡迎各位繼續收聽 阿塞法文君電台我們的國際新聞時間 下個禮拜再見 掰掰